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徽必補習班》 我是梓欣姐姐 Hello 大家好 Hello 梓欣姐姐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非常開心 很開心可以邀請到這個 Jago哥上來和我們聊聊天 還有教人文 是 想問Coro和Mian 你們有沒有事情要問Jago哥 我想問去日本大概 預算要多少錢 預算很重要 看你想去幾天 看你想怎樣去 還有你去什麼地方 但當我和Coro差不多大的時候 我也是第一次自己去日本 我是自由行的 又是窮遊的 我那時候如果有七天 我真的存了很久的錢 我存了差不多一萬元 在哪裏是第一次去日本 東京 因為當時只有一張機票 都成五千元 我那個年代很貴 然後我在那邊 每天給自己大洗一千元 有人問你是不是日本人 不是 我爸爸媽媽都是香港人 為什麼你日文那麼厲害 其實最重要就是要讀書 而且要從小時候開始讀書 Jago哥那時候很喜歡看動漫 還有很喜歡當時有些日本偶像 卡通片就會有配音 但有時你看戲沒有配音 你又很想知道他說什麼 那你就開始有興趣學日文 慢慢慢慢學到現在 我有個問題想問一下大家 我有個問題想問一下你們 一個關於日本的IQ題 如果大家去日本玩 一定會買汽水的 我一定會買汽水 你一定會買汽水 按汽水機 但有時你買汽水機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賣光 但是原來日本的汽水機是有個秘密的 原來就算日本的汽水機 明明寫著這罐橙汁賣光 在汽水機裡面其實還有一罐橙汁 為什麼有一罐橙汁在這裡 買不到了這罐橙汁 好了我開估了 為什麼呢 就算明明那個汽水機裡面 已經寫著賣光 但裡面還有一罐 可能是咖啡或者是茶 都一定會放好一罐 因為剛才我說過 其實日本的汽水機有分熱和冷 所以它放好一罐在裡面的原因 就是無論是熱也好、冷也好 它都要將一罐有溫度的飲品 存放在自動販賣機裡面 到就算補貨後 第一罐也不會熱不切或是冷不切 原來是這樣 剛才芷欣姐姐那個 你做數字的手勢 我們先做一次 1是這樣 2是這樣 3 4 5 6 7 8 9 10 10 10就變成這樣 我小時候怎樣記住8、9、10 就是幻想一個很有型的殺手的人 握著一把槍 正上空 好像想攻擊壞人的時候 突然之間打了一個 然後就 然後就 這個是 很小時候想起一些很無聊的技法 Papa 好像英文 P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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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就是由英文而來的 這個剛才我不是說 如果1、2、3、3 在數字就是3 但有時候我可能是 木村先生 或者周先生 那個就是先生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日文的專稱 其實如果大家平時都認得 日本是一條 我覺得好像一條海馬 我也覺得好像 有海馬頭 有海馬身 有海馬尾 最小這個分裂出來的 這個究竟是海馬的什麼 排泄物 海馬的泡泡 是嗎 是呀 有很多人就說 剩下這個 你見到最尾裡有一顆很小的 其實那個是沖繩 這個其實就是你見到一個叫做冰伯祭典 其實就是 因為北海道冬天 剛才不是說有很多雪的 很多雪也有很多冰 他們有很多叫做冰的祭典 或者是雪祭 其實這些就是每一年都會搞的祭典 你見到這張照片 剛才也出現過 這是什麼來的 其實就是這個冰伯祭典裡面 它有一個神社 那些人去日本神社 很喜歡扔一個5日圓 或者扔一個硬幣去求神 有沒有試過 他就不是把錢扔到錢箱裡 就是把錢貼上這個冰 因為這是一個冰的神社 記不記得打個黑痴之後 不刻意就開了槍 這個真的很好記 今天真的很多謝你 教了很多日文的讀音 多謝大家看了這麼久 有些人物 有些人物 可以把這張照片